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酒的朋友 Dicky和大家到處找食物時 因為現在是秋天 所以我們會帶大家去吃一些煲仔飯 我們今天會去哪裏呢 跟著你 Come on 看見 這裏是點煲 即是煲仔飯是很有名的 菜單上寫著避場碳煲仔飯 但我不見他有介紹什麼是避場碳 剛才我問店員 店員說你當是一個比較高級的碳 跟平時燒飯吃的碳有些不同 平時燒飯吃的碳是有雜質的 這裏是沒有的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的火會比較猛 和比較均勻 所以可能這樣令到煲仔飯會好吃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 這裏是自家製的罐裝凍檸茶 原來這間也是太興的 太興也蠻小的 這裏商場應該有幾間都是太興集團 其實我覺得都好喝的 不過都挺甜的 如果他給我一杯冰 我想會比較好 我們叫煲仔飯加35元 就會有松草花雞湯 很熱 喝湯一定要熱才好喝的 很好喝的 好味道 湯很濃 但是他說是松草花燉雞湯 我不是覺得很有雞的味道 反而我看到裡面有很多豬肉 它的豬肉的味道更多 我覺得叫松草花燉豬肉湯更好 蝦起山松草花燉雞湯 蝦起山松吃少很多 這個就是備場炭煲仔飯 看看有多威風 好味道 這個農特 我覺得它的賣相真是很美 希望如果它真是好吃 這個飯真是一流 好 看看它的飯焦 這個飯焦很有趣 它不算很厲害 只是少許 很少的飯焦 你看到我塗上去都不是很難 不太厲害 只是少許的飯焦 嗯 這個飯很好 質地真是軟熟 這個 這個龍凳的皮很厚 骨膠原 我女士真是發達了 這個龍凳的肉其實很薄 反而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如果很厚的話 其實它會感覺上很難 蒸的時間要久了 會過熟 而且很粗 它這個不粗 還有這個皮 真的很好吃 咬下去的質感 好像啫喱糖 很棒 也無論 剛才加了一些煲仔飯醬油 醬油我覺得正正常都可以 好味道 還有這個冬菇 還有這個冬菇 這些是配菜 正常 正常 因為它這裏的飯焦 真的不算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說你很喜歡吃飯焦 那可能它未必真的可以滿足到你 飯焦不錯 脆的味道 它會說真的韌 它加上金人蒜 我覺得野味好多 好吃很多 所以這個飯我推介給大家 這個一定要放的 就是它寫著自家製燒豬油 因為其實泰昌是自己製燒味的 所以 它一定有很多這些小豬油 所以我們看看會不會更香 先拌勻 拌好之後你會發現蠔好肥 但你問是否對飯很有幫助呢 我又不要說 我覺得不放其實也沒有問題 還有它說它是燒豬油 但其實吃下去 我又不太覺得 有那個燒豬的香味 接著這個就是新派煲仔飯 芝士櫻巴蝦 金蠔銀魚煲仔飯 首先它落到來的時候 我覺得馬上超美 但是我不是第一時間 是感受到那個芝士味 我反而是感受到那個 銀魚味 好香的銀魚味 這個煲仔飯我相信 應該不需要加豬油 照理 因為它這個應該是 芝士 應該就 有些鹹味 還有那些 鷹花蝦 那些 那些 鷹魚 它也有些鹹味 我先試一下不放豬油 哇 拉絲拉得很厲害 很臭 很難攪 先試一下 現在就聞到 少少少的芝士味 嗯 它有這個 西式的焗海鮮飯的感覺 但它這個不是焗海鮮飯 它是焗海味飯 我覺得不用加豬油 因為應該都不太配搭 加豬油 哇 這個金蠔 很大隻 我很喜歡吃金蠔 這個金蠔呢 我覺得真的 很好吃 因為呢 它外面是乾乾的 但是它裡面 仍然是很多汁 很汁 而且那個蠔味 都夠的 而且它都厚肉 我覺得相對來說 它都算是厚肉 因為今天我挺好吃 這個呢 就跟剛才那個 龍仔煲仔飯都一樣 飯燒都不是說很厲害 好 吃飽了 今天呢 其實我最喜歡的 就是那個燉湯 和那個金銀蒜龍燉煲仔飯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也是比較喜歡 傳統的 鱷魚的那些煲仔飯 我覺得會好吃些 新飯就不是不好吃 如果你喜歡 都可以來這裡試一下 好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個lik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還有記得留意我們 Facebook和IG 我們下集見 拜拜